北京时间10月21日 火箭队客场挑战胡人队 这场比赛的票价最终被炒到1000美元以上 可见其关注度之高 两队交替领衔 分差一直没有拉开太大 直到最后一刻 刚才分出胜负 哈登狂侃36分705助攻 成为球队赢球首要功臣 此节末段 因为冲突离场的保罗拿到28分70助攻 赛后人们对这起风波的关注 远远超过胡人队雷火箭队本身 朗多身体对抗后倒地 相信说一下过程 上半场比赛 朗多在与保罗队位中 就多次知道暗亏 他也是图案中做出挥手回应 无奈被眼尖的裁判看到 第三届最后时刻 保罗带球杀进内线 装背朗多完成上篮 虽没有立即爆发 但朗多早已怒火中烧 正丑找不到机会 英格拉姆点燃了导火索 英格拉姆怒吹哈登 成为导火索 在一次哈登上篮时 英格拉姆被吹犯规 此后小家伙怒推了大胡子一把 双方很快纠缠到了一起 裁判好不容易将球员们分开 保罗和朗多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两人几乎贴面乱标拉击化 保罗伸手戳向对方 朗多立即做出回应 双方护送老拳 从后面赶来的英格拉姆刷新场地 节节实实打向保罗 保罗让东护送老拳 詹姆斯第一时间护送保罗离场战团 最终 保罗 朗多这对老人家被罚出场外 英格拉姆两次技术犯规一起离场 前两位自然难逃进赛处罚 至于英格拉姆 最主要的是他会向保罗的这一拳 几乎可以肯定他也会得到竞赛处罚 正如格林在赛后采访时所说 篮球是一项身体对抗的运动 有冲突很正常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球员们保持冷静 保持理性 火箭加油 呼人加油